因为喜欢就摄影 因为之前我也不知道梅尼里亚核摄影节 后来那个 富朗苏推荐了梅尼里亚核摄影节 而且我看了很多照片 他们的质量也非常的高 包括很多关心人文的也好 关注名称的也好 艺术的也好 我感觉到能够带着我的作品 来梅尼里亚核参加摄影节 也是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这一点就是 记录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 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 而乘坐丽皮口车的 主要是中国的低收入的老百姓 我记录的意义应该是说 可以让一些我们平时疏忽的 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展示给大家 让更多的人看到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也可以让这些事 如果知道了越多 或许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 某些社会的很首先改良 往好的方面发展 因为我觉得彩色的更有更多的社会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视觉的信息 因为我觉得彩色的照片比黑白的照片有更多的信息量 而且作为一个记录摄影吧 我觉得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也是彩色的 我情愿保留彩色 保留真诚 保留真实 就是用手上的照相机 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 因为生活本来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说影响的话 应该来说 也不能说有影响 我也看一些摄影书 包括一些 包括马格兰的一些书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影响的话 还应该是火车上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他们的可爱 老板的可爱 影响了我的拍摄 而不是某个名家影响了我的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